今天凌晨的一点多在嘉义发生了死亡火警 地点是西口乡西东村村长的住家 76岁的村长夫人跟两名念国中的孙子不幸葬身火枯 而因为村长的女儿参选乡民代表 明天就要投票 家属高度的质疑 是不是就因为选举纠纷遭到有心人纵火 目前警方调阅了监视器画面 已经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西东村的村长哭得不能自己 因为就在凌晨一点多 村长家突然传出火警 火势快速串烧 把房子烧得面目全非 在屋内熟睡的太太和两名孙子 完全来不及逃生 民众和家属大骂台电断电 速度太慢才耽误救火时间 断送了三条人命 电的公司没有办法接着电条 经动人们相对也会 破坏钱的动作都没做 我们日本在新港 新港接着转到这里 时间上楼梯速度 达到达到20分的时间 警方调阅的监视画面 锁定当天宣夜12点多 一名戴鸭舌帽 口罩身穿白衣白裤的男子 走出村长家向外骑脚踏车离开 没多久房子就冒烟起火 家属环警方怀疑 这起火警不单纯 可能和村长女儿参选 乡名代表有关系 这次选举过程 有遇到任何不愉快吗 这些画面那个人你认得吗 完全不认得 可能是人为的重合案 我们这样组专案小组 潜力在弃凶当中 因为这起火警 可能涉及选举纠纷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特地派一组人员协助监视 在火灾现场也发现了 疑似装汽油或甲本的容器 塑胶的热熔物 波不免疫情的那种痕迹 这个不排除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去花 这场夺走三条人民的火警 牵扯出许多疑点 家属直判尽快厘清疑点 找出纵火凶手 民事新闻 甄荣文 嘉义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